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过欲望不太可能 但是人们大家也都认可说超越自我 其实就是超越自我的欲望 那欲望这个词呢比较很直接 但每个人联想会不同 当然人们欲望的本身最直接的表达 当然就是男女了 但是它同样衍生出太多东西了 对钱财 对世储 对学位 对吧 对家庭 对婚姻 只要有你努力的成分 就只要有你设定的目标 其实你都会感觉到它有一种欲望所在 它的欲望所在是它的概念就是说 当你设定目标的时候 你有点控制不了自己 非要达到这个目标 其实有这个成分在其中 所以在现实的环境中 特别是在中国中共洗脑的环境中 基本大家因为它是一个丛林法则 当丛林法则存在的时候 它一切的它原始的动力就是欲望 那丛林法则存在同类相争 一定争第一 但第一只有一个 第一只有一个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 就全都相互的虐杀了 你会看不到那个胜利者 所以中共体制之下 没有一个最终的胜利者 邓小平是失败了是胜利了 习近平今天给他改了 他那个思想顶上去 对不对 那毛泽东是胜利了是失败了 毛泽东一直做到死 可是邓小平把他给改了 把他给否定 对不对 江泽民是胜利是失败了 还一切的一切都走到那份上 等到习近平 然后习近平对他以反腐的概念 把中共全打了 把他那些东西全打了 打完之后呢 牛脸今天呢 曾庆红又说习主席好 那你说到底是习主席好啊 是胜了还是败了 他没有胜利者 他只有相互的残杀 所以杀戮文化 这种相互杀虐的文化 在中国大陆 就变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 城管的杀人 任何一个环境都会看到一种暴力 因为暴力是逝者生存的唯一生存的方式 唯一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 那暴力 当暴力不成的时候就是陷害 那叫手段 所以人们叫聪明 是环境迫使了他 而他迫使他最根结的东西 就是我说那个 他没有 他叫高低动物 高低动物他就没有一个道德的认识 而高低动物的基础是什么 玉海南田 玉火焚身 玉海南田是水 玉火焚身 是烧死你自己 对吧 而明白的人又知道 跨越自己就是跨越欲望 那玉火哪来的 玉海哪来的 玉火哪来的 水火不相容 一阴一阳 其实对应的 玉火焚身 男人烧死了 玉海南田 女人根本不得到满足 中国人的这个词 你真正放在生命上 你就理解到 那中国的文化 我理解是中国的文化里面 包括太善良的 就是非常慈悲的 有一种生命传递 我能理解到的神传文化 它是一种真正内在的东西 而且当你 只有观看者能够归序到 就是它归类到 生命理念上的时候 它才能体悟到其中的含义 玉火南田女人 玉火焚身男人 一阴一阳 没有人这么说过 那我也是 大家这么随口说说到这儿 原因就是 它原始的一句话 就是原始想开场白的一句话 就是 神说了 你吃这果子 你就死了 死在玉海中 因为 一点圆里 跟一点圆外 就是 在一点圆上面 和一点 和赶出一点圆 它是一个根本的界限 而这个界限 神 我能理解神讲死的意思 你就不可能再回来了 它里面的故事是说 神把生命之门给挡上了 不让他见到生命之门 是因为他不配 是因为他脏了 脏了 这个词在人中 是语言中是通用的 全世界有几百种语言大概 但我相信脏了 这个词 对欲望而言 人说这东西脏的 脏东西是通用的 它的通用 就像男女老了之后 头发变白 人会死去 对不对 叫爹 叫爹叫妈 爹爹妈妈 没有语言差距 为什么没有啊 没人想过 说容易念 胡说八道 那叫语言学家 没有词 自己不知道 胡说 那屁屁尿尿 也能说 对不对 反正只要嘴唇一碰 发什么声 都叫容易的 那为什么叫爹爹妈妈 嘞 对不对 玩勺子瓣 不好说 对不对 去去去 这能说 对不对 这个事儿就是这样 你不能这么 说姐姐他怎么不一样啊 姥姥他怎么不一样啊 你姥姥的 哦 对不对 爷爷 对不对 二大爷的 骂人了 北京话 二大爷就骂人了 他容易吗 你能说叫容易吗 姥姥容易不容易 那个叫Grandpa吧 对不对 他就不一样 你为什么非说那一样 语言学家笨蛋 但不能说人家笨蛋 语言学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 瞎拽出乱七八糟的 就像人说 就像人说得改字典 新华字典得改 为什么得跟习思想一致 那明天习思想要再 人家高兴又改个词 你怎么办 所以新华字典老以后 正在更新中 以后就不能印了 只能在网上 叫正在更新中 正在更新中 我们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你看多谦虚 那大的也爱听了 开玩笑了 说远了 咱说的意思就是 你会发觉 它是欲望是困在这个环境中 人变坏了 全满了 人变坏了 是困在这几路 那人逃不出去了 所以叫欲火焚身 那欲火焚身 其实它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它是一个锤炼的过程 中共把这东西发展到极致之后 它相生相克的道理 就是一定是 有一种相对应的东西出现 有中共之邪恶 就有大善在人间 有中共之邪恶 就有大善在人间 有全体的这个国民 居民 不叫国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没国民 只有居民 居民证 你发的是居民证 不是国民证 不是良民证 根本不是 所以有居民在里面 那就有整 太人的 就有来救人 有这样的锤炼 有这样的锤炼 才有这样的升华 所以欲火焚身 这种相当词 在这个 我们原来讲过的这个 原始天尊的十二门人 调到黄河镇里 同样是欲火 是他一种锤炼的过程 那是三个女人 对不对 三个女人 对哥哥的情感 这个赵公明的情感 就是这么来的 对哥哥的情感 有天开玩笑 我说你看福建人 可会挣钱了 又肯吃苦又挣钱 为什么呀 把赵公明打下来 那俩 那俩神仙 就是姓钱的 一个姓钱的 还一个姓什么旺 就是从五一山出来 那俩小仙 感情福建人都知道 那家伙 所以福建人辛苦 能挣钱 这话说 这转弯转在这 你可以看到 在神界 在风神演义神界 出现的是三仙姑 在人的环境中 出现的是 这个达姬 达姬的背后 对应的是狐狸 这是两个层面 对吧 人的层面 跟这个神 仙界的层面 但他都是碰着 这东西就完了 而这是人们 轮回转世的 这是生命 阴阳病生 那能否突破的概念 对吧 而作为人来讲 你看那里对应的是 杀达姬的时候 人杀不了了 对不对 人杀不了了 那十二门人 进入到黄河镇 全废了之后 他们也没办法了 那杀达姬 用的是葫芦 对不对 路压的葫芦 那是个法器 那救十二门人 是原始天尊 跟老子同时进阵 进了黄河镇 把十二个弟子救出来 十二个弟子 十二个弟子 全都 所有一千五百年的 里面修的最长的 就是广成子 一千五百年 老子说了 全废了 那在这个 在这个 最后杀达姬的时候 两拨军事 十个男人 被达姬一看 就全都花辣了 全都吸了花辣了 对吧 它是对等 这表现出两个层面 两个生命层面 那它的背景之下 出现的故事 它是一样一样 所以在我眼睛里 它出现浴火焚身 跟浴海南田 欲望成为人们的死穴 人的肉身的死穴 那怎么办 只有师父 对不对 原始天尊也好 老子也好 超越他 帮他 那杀这个 杀达姬的 鹿鸦的葫芦 鹿鸦本身 超越了 玉海南田 欲火焚身 超越了这个境界 他们能帮 但你得认 你要不认 对吧 所以人自身是摆脱不了 讲得这么含 这是我们说 在我个人眼睛里 相生相克的道理 共产党如此邪恶 可以把今天世界上的人 只要碰上他的 都是在潜欲 都是在欲望上 碰上他就死 但是你能够跟他对立的话 你就是有着 背后有着与神同行的味道 今天最新一轮的谈判 北京已经结束了 谈两天 没听见习近平见他们 没听见习近平见了美国国 我到我做节目的时候没有看到 见了美国的贸易代表跟财长 没听到 所以如果习近平没见的话 这个事就 就这一轮谈判 到底是什么概念不好说了 但我只能说 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没有看到 白宫 中美谈判如果不理想 川普会随时离场 这是今天 昨天说的 在这个看节上 如果白宫以这样的角度去表态的话 表明川普绝不让步 如果川普绝不让步的话 是什么 是关税惩罚条款 和执法条款 那关税惩罚条款跟执法条款 在习近平的背景之下 只要他抱着共产党 按照共产党的爱国主义理念来说 他就是丧权辱国 跟当前 跟一百年前的南京条约 八国联军 所以他抱有共产党 他就不能 他这个协议本身就会崩盘 只要习近平抱共产党 协议本身就可能谈不成 如果协议本身他谈成 还抱着共产党 他与整个共产党的阵营的 所有的历史的宣传 过去的跟现在的 跟他的整体的势力 完全是对立 他签了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 共产党的说法 那这个时候 他中共党内会出现巨变 即刻就会出现巨变 他将成为所有反习势力 打倒习近平的一个最佳的借口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川普在逼死共产党 意味着川普在确实置共产党于死体 与神同行 星期二上午 白宫幕僚长 就是中共中央 共产党化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在洛杉矶出席 一叫米尔肯 一个全球会议上表示 有人问他 美中谈判将持续多久 我没有具体答案 但是他不会无止境地持续下去 那肯定 他而且在这期节目的最一开始 对不起 这篇文章最一开始 他讲说谈判进入了最后的冲刺 如果川普总统对谈判进展不满意 随时离场 这是我们刚才解释了 这个概念 这个就是从来那就变成了 把曾经对金正恩的态度 放在了明确表达 放在了对习近平的态度 所以我也跟大家解释过 川普有两个世界上 只有两个最好的朋友 一个是金正恩 一个是习近平 而这两个最好的朋友 也就是在一年前 在受难周的第一天 2018年3月25号 两个最好的朋友 结为难兄难弟 想共同打击川普 那川普首先先离场了一个 金正恩 那对第二个 他也随时离场 所以他就成为了 这世界上最出卖好朋友的人 最跟好朋友直接 叫什么 兵戎相见的人 这是很有趣的故事 这个很有趣的故事 对不对 任何谈判都会走到某个时刻 接近完成任务 继续向前走 或者来到某些时刻 双手一摊 不再继续 完了 这是英文 肯定是英文翻译的 我觉得 反正翻译 我个人觉得有点那个 它的含义很简单 就是肯定什么东西都是有个中 有开始有个结束 对不对 你看看习近平都会说话 方德始终 对不对 那个是 这终止了就是开始了 开始了就是终止了 对不对 一天到晚了就是到晚上就是结束了 但是呢 就开始睡觉了 又是开始了 所以这东西没有开始 没有始 没有结束 就像我们说 其实时间无始无终 是因为可以说 对人而言时间是不存在的 你说时间是什么 你买的劳力师 我花了一百万一千万美金 我买了块表 你神经病 我说就是神经病 你买了时间了吗 没有吧 你多了一秒钟 没有吧 这是物质化的一种标志 它是物质化的一种标志 当人们去那个观点认当大的时候 就是一种欺骗 对不对 穿成厌尾服 你就是绅士了吗 好多大流氓都是那样的 还是这么回事的 说吃身裸体就是流氓吗 谁出生的时候都没穿着裤头了 对吧 跟娘太出生的时候 全逛不了条 无论你后来有多伟大 什么胡说嘛 这不是 是人的观念错的 观看者的 他的龌龊 他的定位 他的生命理念 他的遇害难填 他的遇火焚尘 是不是 跟那个人没关系 所以 而这种东西呢 只能是 有着真正修炼的东西 在其中 有着师父帮你 才能反向 能够认清事情 很简单的道理 能够认清事情的真相 对吧 那个事情的真相 其实就是生 我以为就是生命的真相 那这个东西 其实他还是 这都没什么 这都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他也讲 很朴素的概念 无论如何 在接下来的数周内 知道结果 那特别说 白宫对是否达成协议 并没有一头热 这是针对性 极强的 到这份上 他还说 我们不会达到一头热 这个是一个 很关键的 可以这么讲 是个很关键的一句话 很关键 他否定了 他等于是 站在他的角度 否定了中共内部 国内宣传的一切 就是 比如说川普 要争取2020年的大选 对不对 争取2020年大选 他不愿意贸易战打下去 我们昨天节目中说了 在生意 在这种贸易战中 现在是生意人 在逼川普强硬 川普想不强硬 他们不敢 而去年贸易战开打的时候 也是同一波人说 不要打 那瞎扯嘛 对不对 还等着什么2020年 如何呢 奥巴马的年代的副总统 出来要选美国总统 他已经出来了 他一天就 第一天24小时 就募捐政治捐款 大概几百亿吧 对不起 几百万 几百万 他应该是民主党中最多的 那结果 即刻班农出来挑战他 说他在哪一年 乘坐了空军二号 带着全家的人 到了北京去 然后两三天回来之后 突然他就宣布 有十亿美金 进了他的 进了他的这个 投资账号 等等 就说他直接 班农就问他 你拿了中共多少钱 吹牛皮啊 这东西 真的 这东西 今天到这份上 有些人站出来 是吃了共产党的钱了 对吧 就像我说的 这个英国首相吃拧了 五个重要的大臣 国防大臣 内务大臣 外交大臣 这个国家网络什么 安全大臣 全 再加上议会的 网络安全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头 都反对使用华为5G 他却顶着这五个人说 给华为一个天线吧 那女人 这个臭 这个没什么 猪年死猪啊 我跟你说 他就是这原因 还一定有事 你看 稍微明白点 人他也不能这么干 你真是为这个国家 你能说 给华为一个天线吗 华为就要你一个天线 他干吗 你问问 任正非 说哥们给你个天线玩 你以为天下雨打雨伞 那这是天线 你以为那时候 我们在北京 所谓街那听敌台 那听美国之音呢 他蹬根天线 天线不敢竖高了 怕那个外头警察看 那个小脚针机队 带红菇的看见 就弄那个铁丝 八号牵丝 那是在家晾衣服的 用像给生日给他拴上 那份听美国之音 七几年 七三年 七四年 哎呀 听着是笑话 不是笑话 真是胜活 这是真实 财长说 美中台能否成功 那未来两周见真章 那白宫的代表说 这个评价是对的 所以两个星期之内 去年爆发贸易战 相互征收关税 就那么回事了 总统跟习近平 12月1号 达成九天停火协议 九天停火协议 停到是这个 二月底 停到二月底 然后刘鹤 然后说进行密集谈判 贸易代表 财长 刘鹤 本周跟下周 分别在北京 进行第七轮和第八轮面谈 我这个就不知道 他怎么算这个了 这个我只能说 我看着都有点算乱了 这应该不是这么回事 如果这一轮两轮谈判 是突破了第九轮 应该是第十轮 第十一轮 30号 财长说 接下来两轮谈判 有时取得实质进展 29号出发前 他说能否达成协议 要看这两轮谈判 有很多重要的工作 正在进行部分条款 进行微调 那今天其实他已经结束了 另外的报道就是说 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取得很大进展 就是没进展 取得很大进展 其实是没进展 因为在两个月前 就取得很大进展 关键是执法机制 以及达成协议之后 取消额位关税的惩罚制 其实就是执法机制 跟惩罚制 执法机制 在第八轮谈判的时候 当时说已经OK了 OK的概念就是 有三级执法 第一级是副部长级 一个月开一次会 第二级是 他叫什么呀 第一级可能还不叫副部长级 第二级叫部长级 但是又比他贸易代表低 三个月谈一次 然后半年 刘鹤副总理 刘鹤跟这个 整个美国贸易代表谈判 半年见次面 来 他主要是单向考察 就是美国考察 中共国的 对协议的执行程度 他美国人要的是这个条款 所以我刚才说 为什么一开始说 如果他在中共背景之下 签订协议 党内的所有势力 反其势力将找到借口 置习近平于死地 那习近平如果要签这种协议 那必须否定共产党 那他要不签 那大家扯崩了 就刚才说了 走开了 那就与全世界对立了 4月初见刘鹤时 说必须达成好的协议 他才会签 为达成协议签 他不会宣布事件 他不会宣布川习会的事件 所以主动权完全在川普手里面 我跟大家解释的就是与神通信 对吧 他再次重申 唯有达成好协议 美国才会接受 这是美国白宫的办公室的主任 直接讲的话 就相当于原来的栗战书讲的话 所以我以为 这都是英文翻译过来 我以为这篇文章代表的态度 比较明确 比较明确 美国人从来没让步 而且一直坚持走到今天 坚持走到今天 我看到有报道说 这个财长 也是还是财长说 29号跟30号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但贸易代表没说话 第一个 那没看到习近平见他 习近平如果没见他 这个事估计就麻烦了 这个事估计就麻烦了 因为而且这个事 到底你算成是地体轮谈 也是个疑问 如果他习近平不见 如果习近平没见美国贸易代表 和美国财长的话 那意味着习近平打死也不让步 那谈崩 就是崩盘的可能性巨大 我还是讲 在我做节目的时候 北京时间 5月1号的晚上11点钟 没有看到他见面的内容 在推特上 在任何即时新闻上都没有看到 所以应该没有见 没有见 这就是一个表明的态度 哼 灾劫难逃的共产党 习近平抱着共产党不放 习近平抱着共产党不放 他就不能签这个协议 因为他签了 党内所有人就会杀他 就一定会推翻他 当他不签这个协议的话 那就是这地球上 善恶成为了鲜明的对垒 鲜明的对比 应该从这种表象中 完全可以看出来 感谢朋友们 请时照喝咖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